今年9月1号秋季开学起 中国小学和初中启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新统面教材 新教材一个最大变化是 加大力度推进习近平思想进教材 在《道德与法治》课中 习近平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文明、强军和外交六个思想成为学习内容 与此同时香港教育局今年9月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 首次将习近平思想也列入初中课程 为什么学者建议不要读因为读不懂的习近平的书 现在进了中国的中小学的课本 中国当局是否在学校强迫推进爱国爱党、爱习三位一体教育 习近平为何热衷当中小学生的道德教师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 慕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震动作家、独立作者吴坐来先生 吴坐来先生您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我交给慕容雪冲先生 刚才节目开始前你说你还很认真的去读习近平的思想的著作 还从中国订了一套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首先问你 习近平有那么多的思想 那么为什么这六个思想入了中学小学的教材 你看这个教育部晶晶落到的习近平教育思想 他就没入进去 教育部自己编教材他既选都选不进去 所以你能够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前不久从中国运来一整套习近平的著作 大概几乎是全集了 一共有一百四十几本 我读下来发现习近平思想体系的涵盖极其广泛 极其广泛 几乎无所不包 除了经济文化生态文明 刚才提到的这些 然后还有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 习近平三农思想 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 还有习近平大历史观 也有习近平发展观 刚才小平老师提到的习近平强军思想 原来叫习近平军事思想 后来可能觉得气势不够 所以就改成强军思想 刚才提到习近平文化思想 其实除了文化思想以外 还有习近平文艺思想 专门讲文学与艺术的 这次只选了六个思想 可以说是习近平思想体系中的 非常小的一部分 我猜这可能也是经过神思熟虑的 我接下来讲的话呢 没法经过验证 但我猜可能这么一个程序 就是教育部的教材局 跟国家教材委员会 在编撰这套教材之前 一定有过交流沟通 甚至直接跟习办请示过 有人提议 有人成交方案 最终又习本人签字确认 这是才得以成立 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说法 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 是毛亲自写上去的 这个说法呢 现在很难考证 但我们现在可以确认 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思想入教材 甚至这六个思想 被编入教材 这是几乎一定是由习本人首肯 甚至可能就是他本人的主意 以上 这个习近平首肯 甚至是他本人的主意 确确实是这么大的事 如果没有他去首肯的话 断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教育部自己编教材 那么习近平的教育思想就进不去 所以说教育部这个级别是不够的 要以教育部高的 多的这个级别 定哪些东西 能进入这样一个 这个中小学的学习的教材 那么这个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我看到一下 观众的这个留言 就是说把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六大思想 或者六个思想 进这个教科书这个事情 以及习近平的著作 都单成一个笑话来看 那么我们今天要 很认真的来解读这个笑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很艰巨的任务 你看这个夏明教授 他是我们的嘉宾 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 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自己的研究需要 硬着头皮把这些书读完 那么沐浩水远村先生 你可能硬着头皮买了 一百多本书 那么下面建议 一般民众不要花时间 读习近平的书 普通人不要去读 因为读不懂也没意识 同时是一个污染 另外他说 我在读习近平的书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 很多还是学术界的人 就说你这一大教授 你在读他的东西 大家都笑话他 所以说我就想请问 吴卓来先生 为什么中国的当局 要把这个笑话进行到底呢 对 刚才慕容先生你讲到两点 一个就是这个书 是经过习近平首肯 这些思想选择 我是认同的 我知道十多年前 习近平开始推他的书 在英文版的时候 在香港出版的时候 当时这个封面的头像 封面的设计 我就知道内情 出版过程 那就不断地改变 然后要经过习近平 自己看着满意 他很重视这个形象 同时他也非常重视 他的这个思想的传播 他非常希望 他的思想 像毛泽东思想那样 就是能够进入 共产党的这样一个 主流话语的这样一个体系 马列式主义 毛泽东是思想 但是我们知道 到了邓小平 张德平 胡青涛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 以过人的名字来明明思想 习近平特别希望 他的这个思想体系 能够标平共产党死的死策 甚至能够引导人类 这个能够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 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进入 就是在共产党正式的会议当中 正式的文件当中 没有一系列明思想这样 五个字在进行开阔 那怎么办呢 那他就把他化整为零 他不能党内还没有软劳干预 或者是很多原因 并没有形成共识 所以他现在大量的学习 都是分解他的思想 某人先生说 他有147本书 现在他买到了 我也做了一些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六个思想 因为现在党内 中国共产党的网站上 我可以解说个简历 其实也不是简历 共产党的网站上 列出了习近平的11个思想 最重要的思想 是六个思想 这不是交易不定的 是中国共产党 所有的党员 都在学习的 11个习近平的思想 六个思想是 信息思想 法治思想 文法思想 生态文明思想 强征思想 或外交思想 还有几个不能进入教材的 就不需要进入教材的 不需要进入中小学教材的 是党建思想 做革命思想 红一单线思想 改进民族共产思想 以及网络强国的思想 11个思想 加上一个总体 国家安全观 这是习近平的思想体系 已经被共产党 党内这些文人们 已经全部总结出来的 在共产党人网站上面 学习 而且全部都做了总结性的 这样一些分析 大家可以去 大家最好不要看 因为我已经 讲过了 大家就不要去看了 谢谢 实际上就是说 刚才吴祖来 任正的研究过 11个思想 最后他选定了6个思想 那么最终选定这6个 估计是 应该是 进个内部的考虑 那么这个决策过程 怎么样 也不知道 最后希望他们有一个 解释的这么一个 一篇文章来解释一下 就比较好了 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点评 这个比较多的意见 集中在他的小学文凭 这个问题上 这个叫 温佑松 来自于X的网友 他在我们昨天的 节目预告中 他有一个更贴 他说 初中二年级就去读 就去赏百当知青修地球 现在说话也是错别之一堆 赫鲁晓夫曾经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不过是 哥鲁吉亚的一个农民而已 他指导过科学 指导过军事 指导过经济 医学 教育 体育 甚至指导过作家 写作 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只不过他是苏维埃的 总书记罢了 那么这个点评呢 我想请这个 慕容雪冲 你回应一下 其实所有的这些大独裁者 就是现代极权政治独裁者呢 几乎都是这种 你比如说可以指导一切的 而且都出版了特别多的著作 但是这些著作 这些思想 往往都是短命的 你比如金日成有主体思想 金正日有先军政治 在中国我们看有毛思想 邓理论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这些呢 我认为未来呢 都是笑话 都将成为未来的笑话 习近平的思想呢 其实也不例外 那这个很短命的一个 用你的话说很短命啊 前面有很多独裁者的 这么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教材这个事情 可不是啊 用一年就要不用了啊 它显然是要长期使用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 我们有一位网友 叫天地良啊 他说从习脑从娃娃开始 也说明习不官是要终身执政 而是要建立一个 父传子传于万事的习家王朝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习近平六个思想 进中学学教材 这个角度 你这个 我想问吴多莱 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有用的 也是没有用的 它有用呢 你比如说毛泽东思想 我们当年六十年代 学历那些东西 它确实是顺涛了 习近平这样一代人 现在你看中国的这些当政者 这些六零年代出生的人 甚至五零年代出生的人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观念 他们还不于这个 所谓的解放前 或者中共监政之前 那些人 他们更具常识 常理 讲道德 胡言邦那一代人 赵紫阳那一代人 所以经过毛泽东思想洗礼 洗脑 他确实会产生 一代这样一些 这个 被拉入到他们这样一个 体系里面的 一屯人 但现在这些毛粉 红粉 都是那一代洗礼出来的 但是也没有用 像大量的 80年代新 就接触到新的观念 开放观念的这样一代人 像我们当时 大学几年学下来之后 面向世界之后 毛泽东哪些东西 全部都被扫进 第四垃圾堆了 不可能去相信他 所以这个事情是 两嫩 习近平看重的是 他自己受到的教育 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 这样一个洗礼下 洗脑下成长起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动力 也是他的一个梦想 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来讨论 那么教育部呢 在搞这套东西的时候呢 他说要在学校呢 推进三爱教育 就爱党 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有舆论认为 教育部现在搞的是 爱党 爱国和爱习 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 这样一种教育 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呢 目入选冲 你怎么看 习近平这个政权呢 其实非常的重视教材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 最后一段时间 也就是2017年 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 叫国家教材委员会 这个是新的 由孙春兰 来直接当这个 教材委员会的主任 教材委员会 他们在2021年呢 就决定了要把习思想 写入教材 而且把习思想 写进教材 在他们看来 是完全必要的 因为什么呢 他们要 助魂 育人 这两个词要分别解释 育人呢 我们可以 容易理解 就是要培育人才 助魂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还要铸造你的灵魂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在习近平思想呢 进教材 这些年来呢 中共中央开过多次大会小会 要求全党全军全民 学习习思想 有些会议呢 就是习近平自己来主持 或者发表过中央讲话 你让我一直有个好奇 就是如果习近平本人 要求所有人 学习习近平思想 会不会有点别扭 所以我做了一点功课 因为无法看到全部资料 所以我只能有个大概的判断 我的判断就是 习近平可能并不经常说 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 或者说 他的全称 叫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一些会议中呢 他常常会故意省略自己的名字 只说啊 你们要学习 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种原因呢 我才想自己可能也觉得肉麻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分析呢 在习近平一人独裁的体制之下 其实所谓爱党 爱国 爱社会主义 都是虚的 只有爱习近平才是实打实的 换个说法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是在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之下 习近平就是党 习近平就是爱国 习近平就是国 所以爱党就是爱习 爱国也是爱习 这些年呢 各地政府发过许多文件 很多都要求 把学习习近平思想 放在工作的首位 对体制内的大小官员来说 甚至我们可以说 对未来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这些通通都不在中央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 就是爱习近平 以上 我想继续追问 孟永雪冲先生 既然就是说 他们那么爱习近平 为什么还稀疏答答的 不就明确地说 爱党爱国爱习近平 还要用什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这么样一个这个名义来做呢 但没有 现在没有提下爱习近平 这个这两个字 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个可能只是阶段性 在未来呢 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天 就直接说出来热爱习主席 拥护习主席 为习主席生 为习主席死 但现在就像刚才做来兄分析的 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 我们只是在过程中 你知道习的被吹捧到什么程度呢 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 2021年一份文件里边 为什么要把他的思想写进教材呢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引导学生体悟 习近平思想的真理力量 真理啊各位 但是无论你怎么吹嘘 你发现这些人造的习近平思想 都是极其肤浅 极其无聊的 而且极其荒唐 我刚才呢 小平老师说 我从中国 用了一套习近平著作来 说实话呢 即使是像我这样的 中国问题观察者 也要捏着鼻子 硬着头皮 才能读得下去 至于 对其他的感性 其实读者真的不推荐 以上 真的不推荐 这个我看台湾这个 在油管上 有台湾的这个博主啊 在做节目啊 就也为了研究习近平的思想 然后呢 就从中国订了一套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教材 他订教材 最后就没收到 然后他们说 后来为什么做节目呢 为了做节目 从别的地方搞到了一套啊 然后他就刚才提到了 这个慕容学中提到的 习近平这个思想的 完整的名字 就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他这个名字就记不住啊 所以说这个 我想请问这个吴作来 就你在中小学啊 让这些学生去研究 去学习你的习近平思想 他们的这个智商 都没有发生到这个阶段 你要他们去这些名词 要吸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他这个教育本身 它是违背规律的问题啊 那么吴作来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政治课 老师和学生 都是觉得 老师觉得没办法教 学生觉得没办法学 有些老师呢 就想些故事 有些呢 就是把一些重点 读一读以后 说这个是要考试的 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 现在这个中小学 政治思想课 这一类的或者 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课 也应该是这样 这个还是习近平 那不仅仅这个事情呢 也我分析啊 他不仅仅是一个习近平的问题 他还就是一个 因为习近平他准备终身制嘛 所以这些整个官僚体系啊 都必须要效忠于他 效忠于他 怎么来效忠呢 就是为他做很多的事情 为他编书啊 为他宣传啊 他们所有的部门啊 就是宣传部门 文化部门 教育部门 他们都在增宠 研究部门 他们每个地方呢 都成立这个习近平思想 或者是马克思思想 这个研究中心 或者研究院啊 他是可以立即就得到经费的 然后这些人容易得到提拔 就是这些部长啊 或者什么 你看我为习近平 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那就我就或者 我就有可能会申先提拔 我会是习近平的人 习近平非常喜欢的一种 是东南西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那他是党的核心 那他其实是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也是读了习近平 这些所谓的重要思想 重要思想的核心思想 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 无论是文化 还是所有的一切 都要在党的领导下 去做一切的工作 那习近平为什么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他的继任者是谁 他的接班人是谁 毛泽东当年还选了接班人 习近平现在他为什么 没有接班人呢 他就是一旦有接班人 大家就去削动他了 觉得他是未来的领导人 大家就不去削动习近平了 这是习近平不选择接班人 模糊接班人 准备终身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谢谢 这个网友和吴祖来先生都提到 就是这个习近平思想 禁这个中小学教材啊 跟他的这个终身制 是有关联的啊 而且刚才吴祖来说习近平的核心思想 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一切 如果这是习近平核心思想的话 那毛泽东也是这样 然后法西斯的这个一个党 一个主义啊 一个领袖 他也是这样 所以说这样习近平思想 跟毛泽东思想 跟法西斯的思想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 所以应该就是这样 那么刚才吴祖来先生 还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教育部啊 怎么搞这些事情啊 就是有可能是升官发财啊 那么实际上我关注到我就是涉及到我们另外要讨论一个问题了 到底把这个这个习近平的思想 写入这个教材 会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 那么有两种观点啊 那么有一种观点呢 是网友说的 就是说啊 这一大孩子呢 要被毁掉了啊 这是X网友啊 叫F FLAO 他这代人宝贵的童年时光被摧毁了 这是一种看法 还有一种看法呢 叫红旗下的铜鸟蛋 他的品冲上面的一个网友他写的 他说个人认为啊 这种教材作用不大啊 顶多习近平他自己高兴 就完了啊 他说本人读了多年的书呢 这个东西是一点都没用 所以我想请问孟永雪人 你怎么看啊 把习近平思想写入 中选校教材 这样一种强迫性的这个洗脑方式的效果 前不久 我是跟一个好朋友通话 他跟我讲了一个十分惊悚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 他在家里边批评了几句习近平 而且是比较温和的批评 然后他十几岁的女儿就告诉他 说你再说这些 我去举报你哦 这样的对话 这样的场景 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但经历过毛时代的人 可能都不会感觉陌生 因为我们经历过那样的时代 现在有很多设施未深的年轻人 也会怀念毛泽东时代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 我们可能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 来告诉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 就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之处 那是一个没有夜店 没有电脑游戏 也没有公共生活的时代 他甚至不允许一男一女之间的自由的恋爱 那是一个很多人都在饿肚子 甚至活活饿死的时代 而习近平这种极其野蛮的洗脑教育 还有整个他的统治 其实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带回到那一个时代 儿女举报父母 丈夫检举妻子 妻子检举丈夫 爱和信任当然无存 人跟人之间只有什么呢 只有警惕 猜疑 仇恨 那些支持习近平的中国人 可能都需要扪心自问 我想要那样一个时代吗 我想要那样的生活吗 以上 从你举的这个例子来看 这种灌输还是有效果的 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贴子也来了 我练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威灵 毛还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类的歪论 谁能说出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 到底是什么 如所谓以人民为中心 不就是毛的为人民服务吗 就是换个说法而已 这个东西就是很大一个争议 慕容学聪你是学法律的 这里面有习近平的法治思想 那么我琢磨半天 我是不懂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什么东西 那么你能够我们解释 你读他的著作 你知道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什么吗 刚才我跟小平老师 我们在开场之前 我们有个思想谈话 我说我看到习近平法治思想 这几个词 这几个字 我就想笑 他的这个法治思想呢 其实是完全的非法思想 和完全的反法治思想 完全的人治思想 在这里呢 法律呢 完全是为他的统治而用 就是你符合他的 那就是合法的 你违背他的 就是违法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治思想呢 不仅不值得学习 甚至我们可以说 他是反常识 反人类的 以上 那吴作来先生啊 这个习近平六个思想里面 有文化思想 你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者 那么你理解习近平的文化思想 是什么东西呢 我先补充一下 慕永先生的这个 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呢 就是回答不了一个问题 就是党大还是法大 就习近平的想法重要 他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他把这思想就能够引领时代 而他的文化思想呢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 毛泽东是反对 是要毁弃中国传统文化 但是习近平呢 还是把孔子请出来 就和他的这些前任一样 承认中国传统文化 因为共产党的文化呀 红色文化呀 他影响不了这样一个 他没有实践影响力 在国内呢也不受欢迎 所以习近平很忠实什么 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传统文化 这些东西 然后还把自己扳演成一个 长冬送走这样的一个角色 毛泽东呢是法家 只尊重秦始王 但是这个习近平呢 就更喜欢他服从风雅 就希望成为这样一个 通过文化形象 通过这样一种传统包装 他实际 想做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皇帝 所以他的这个文化呢 他有他的两面性 或者多面性 他都是为了将这些文化呀 来包装共产党 丰富共产党的这样一个 文化内涵 其实呢 他是大杂烩 他实际什么都不懂 他说他做了那个 那么多的实践名剧 也要做孔子的东西 他实际是与人类这些 普世的这种情感 普世的思想 一项背离的 所以他这个 总体上来讲 他是一个 没有文化的人 他就是李锐先生的那一评价 习近平是真的是 不懂文化 没有文化 这两位专家 一位是法律专家 一位是文化学者 那么一个时候 习近平的法治思想 是反法治 一个时候习近平的文化思想 是没有文化 这是非常这个简单的 一种批评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的网友的点评 南花花 他说毛太祖是公认的 中共高层领导中 文化水平最高的 但毛只出了五卷 但想不到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习近平 却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 一百四十多卷思想 包罗万象 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么帕尔玛 帕尔玛 这位网友 他说习近平的思想 就是谁都不许 比他学历高 比他能力强 另外呢 我们这个X网友呢 还有几个人 留了几句 我给大家练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话题 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Gate Gate 他说 我就只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学生 这么有学问 还有一个叫 两百斤麦子 能做几个包子 这位网友 他说 怎么没劲 幼儿园教材 教育部有内奸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个毛学生 请问 怎么没进幼儿园 教材呢 只是初中和高中 另外我们刚才注意到 在香港呢 他是进了这个 这个也进了教材 但是呢 他似乎跟这个大陆 有一点不一样 那你怎么看 这个区别呢 其实呢 不仅是这几颗 你知道在2021年的 一本数学教材里边 虽然没有直提 一平思想 但是那个数学教材 高等数学教材 第一章呢 是关于马克思的 关于数学的这种论述 第二章是什么呢 第二章是习近平 关于马克思 关于数学的论述 这个 其实这个事情 残早就开始了 就是在教材里边 提到习近平 我们大概怎么分析 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 这些动作 包括出奴的书 包括习近平思想 经教材 这也是他的 一人独裁体制 所必须采取的动作 我们都知道 现代极权统治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统治 它是没有自留地的 包括你精神上的自留地 所以 它不仅要你的肉体 完全忠诚 还有你的灵魂 彻底皈依 而如何实现 这一目标 那就要从娃娃抓起 从思想根源抓起 从教育和教材抓起 而对婴儿 因洗脑 我认为也是未来 我们一定会见到的事情 以上 对婴儿洗脑 未来一定会见到 爱习教育 未来也一定会见到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 慕容雪葱 两个预测 我们可以观察 那么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话题 讨论就到这里 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中国独立作家 慕容雪葱先生 和正宗作家 独立学者 吴作来先生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我们在节目中呢 两位嘉宾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